中国热爆 重庆51条河断流 神像惊奇现身 中国近日多地持续高温 排行榜前10名中有6地属重庆市管辖 由于连续高温43摄氏度 重庆著名嘉陵江已干涸见底 长江重庆八南段水位也大幅下降 而位于长江重庆八南段江底岛礁发现三刊磨牙造像 据财联社报道 中国自16日起持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高温前10名排行榜中仍被川渝占据 其中知名的火炉模式的重庆更占据6席 当天重庆有多个地区气温达到42摄氏度以上 其中重庆的北贝 碧山 江津 铜南等地气温更超过了43摄氏度 印度第一邮报 First Post指出 目前中国至少有11个省份针对40摄氏度以上高温发出警告 其中 川渝在上周末更创下44摄氏度极端酷热记录 展望未来一周 这个记录仍将继续刷新 中国天气网报道 8月17日是中央气象台连续发布高温预警的第28天 预计未来10天 四川 江汉 江淮 江南等地仍将面临35至38摄氏度 乃至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累计高温日数可达7至10天 而在城市当中 武汉 杭州 长沙 南昌 重庆 成都 福州等地 今后7天高温都将是连续不打烊状态 特别是重庆 本周内可能出现连续多日42摄氏度左右的高温酷热天气 由于持续高温天气达43摄氏度 重庆著名嘉陵江以干河见底 位于长江八南区双河口镇五台村长年淹没在江水中的岛礁也露出江面 岛礁上更惊奇地出现了三勘摩牙造像 引发当地民众围观 根据大陆网友曝光的照片显示 长江重庆八南段水位下降明显 在八南区双河口镇五台村附近 长年淹没在江水中的佛叶两岛礁已经露出江面 岛礁礁石上更可见三勘摩牙造像 三勘造像中 中央一勘特别突出 其弯眉 细目微睁 敏嘴 大耳 双肩搭腹云间 双手皆定夜 打坐莲花台上 高约有95厘米 两侧则是小勘造像 勘内坐于台座上 其中左侧勘内约坐高0.25米 右侧勘内向坐高约0.2米 经专家初步确定 该木牙造像魏明清时期建造 距今已有近600年历史 居众性是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讲解 此处磨牙造像位于江心岛上 处于长江航道上 造像功能很可能是饱若长江过往传平平安安 不过 民间将近期当地持续高温 甚至江崇庆嘉陵江晒干 长江崇庆八南段水位下降 三勘磨牙造像晒出水面结合一起 担忧表示恐是不想预警 错 说明这次的高温是600年一遇 新冠病毒不断变种 最近又出来狼牙病毒 还有暴雨洪灾 干旱 真是祸不单行 天中国人真可怜 据中新网报道 此次河流断流给当地造成灾情 重庆51条河流断流 24座水库干河 2138眼机电井出水不足 重庆市应急管理局也趁 该市已有31个局限遭受干旱灾害 累计受灾人口超60万人 农作物受灾面积达3.67万公顷 李克强下了死命令 要求四省完成财政上缴任务 中国经济下滑影响政府财政 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不断降低 中国总理李克强 8月16日在深圳召开会议 要求东部四省完成中央财政上缴任务 据官媒央视报道 8月16日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于广东 江苏 浙江 山东 河南和四川六大省份 高级官员的视频会议上表示 中国经济出现了波动 必须增强紧迫感 李克强说 六个经济大省经济总量 占全国的45% 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顶梁柱 经济大省要永挑大梁 发挥稳经济关键支撑作用 稳经济也是稳财源 六省里四个沿海省边筑广东 江苏 浙江 山东 在地方对中央财政境上缴中共线 超过六成 要完成财政上缴任务 此前李克强7月7日 在福建主持召开 东南沿海省份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表示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经历了很不寻常的过程 当前正处于经济的关键时间点 东南沿海五省市经济体量占全国三分之一以上 财政收入占比近四成 吸纳了全国70%跨省农民工就业 分析指出 北京当局为了保机层运转等 今年中央财政洞必须更多支出 来加大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 约10万亿元人民币 下同 但要完成这笔巨额 转移支付规模 离部开财政大省对中央财力进贡献 据中国第一财经 8月16日报道 中国政法大学施政文教授表示 受疫情等影响 今年经济财政形势比较严峻 经济大省应该完成 对中央财政进上缴任务 这对支撑国家财力和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十分重要 当前中国财政体制使中央与地方采取分税制来划分各级政府收入 经济发达省份财政收入规模高 中央财政向应从中获得的收入也更高 中央财政拿到全国进办财政收入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但接着中央财政部分收入通过转移支付形式再分配给各省 其中获得中央财政补贴的又以经济渐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为主 然而李克强看中的四个沿海省份的财政情况并不乐观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 2022年上半年广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6730亿元 按自然口径同比下降11.4% 浙江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984亿元 按自然口径同比下降6.2% 江苏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4639亿元 按自然口径同比下降17.9% 山东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3950亿元 按自然口径同比下降8.2% 在2021年财政有盈余的省市只有8个 由多至少依次卫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北京、天津、山东和福建 其余23个省市全部都要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进行补贴 目前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直到省一级 过去两年由于疫情缘故 经济增速减缓、省级收入在减少 向地级市转移支付的能力也在减弱 过去地方政府对卖的收入的依赖程度很高 但从近年来的趋势看 土地财政收入持续下滑 楼市疲软导致依赖土地收入的地方政府几乎断吹 野村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婷表示 房地产行业及其上下游产业链 贡献了中国四分之一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影响巨大 过去20年以来 只要经济不景气 北京当局就会放松对房地产行业的管制 试图拉动住房投资需求 陆鼎估计 今年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 约减少40%到50% 保守估计 地方政府卖地收入比2021年减少3.5万亿元 再加上因经济下行造成的预算缺口 大约2.5万亿元 全年财政缺口约600亿元